黄锦鱼,肖战,钟楚西,白鹿,毛玲玲,王牌部队的大结局,就是在这种磨难中慢慢过去,随着时间的流逝,随着高粱的衰老,顾一野的衰老,顾小飞的成长,随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在夕阳下浮现,许多记忆涌上心头,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,他们的梦想还在,这让他们看得热泪盈眶,而肖战是一样的。 他饰演的顾一野,则是一位理智而又睿智的演员,肖战则是用他精湛的演技,演绎出了一个少年在那个时代被逼无奈的成长,这让所有人都未知侧目,肖战的一举一动,都让人无法将他当成一个真正的男人。 一个真正的男人,在王牌部队大结局的时候,白鹿坦言,高粱和顾一野一开始还只是一个娃娃兵,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,当号角响起的时候,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场大战即将来临,因为他们的演技实在太好了,没有了偶像的包袱,这是当之无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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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之无愧。 哈哈哈哈,白鹿打趣道,我之前还开过黄景瑜的玩笑,你觉得肖战有什么作品?黄景瑜的回复很慷慨,说肖战可以向不同的人学习,但学海无牙,并不是说他要做什么,而是要被人夸赞,要把这个角色演好,然后问肖战有没有要请他吃饭,哈哈哈哈,黄景瑜的笑声让所有人都笑喷了。 不得不说,肖战这一次的转变非常成功,而战战在选择剧本方面的能力也非常出色,怪不得肖战会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明星,这样的成绩,他也是实至名归。朋友们,你觉得他在王牌部队里的表现如何?